欢迎来到CSS Crypto Startup School 是校园VC的区块链创投频道 每周经由Web3跟区块链的故事 跟你到启动自己的区块链旅程 持续更新自己的认知 来洞察先机 创造自己的历史 Hello,我是Kiki Hello,大家好,我是Omi Hello,我是Andy 哇,今天我们是三人行 因为Andy呢,这次特别请到了Omi 这个有12年在传统音乐 还有持续创业者的 目前是在Plus-Labs的创始人兼CEO 那Omi其实今天跟我们分享 他一路以来的故事啊 为什么原来在传统音乐行业呢 现在进入到Web3 同时呢,也会请Omi 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Web3他所看到的 跟原来传统音乐的一些比较、对照 比如说经济规律啊 模型啊、未来 那我们更有好奇的呢 那我们更有好奇的呢 是这个PM Labs 也就是Plus-Labs 为什么要做它呢 它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是怎么运作啊 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怎么参与 还有它在创建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生态 当然我们也会请Omi 给到我们的听友 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分享跟小建议 作为结尾 所以Andy 我们是不是要请Omi来开场了 哎呀 那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Om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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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 怎么说呢 哎呀 从一开始介绍吧 最早呢 我其实 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美术生 真的是个美术生 学了 从小学一直学美术 学到大学 然后就天天在画画 但是后来就是 莫名其妙的就玩上了音乐 最早接触的是说唱 那会儿国内玩说唱的还很少 然后我们就一些 那会儿很年轻了 就喜欢Hip Hop 觉得很酷 后来呢 同时当时我还是职业的BMX Rider 就是小轮车 非优弛的那种 就是在别人眼里有点像杂技 或者不要命的那种 那种人 然后 从玩BMX开始呢 接触到了Hip Hop 然后就喜欢上了 然后从 一直就没事就听M&M呀 等等这些人的音乐 那在 006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开始 就是尝试自己去写歌 当然当时什么都不懂嘛 然后就一点点学 然后就 边工作 边玩音乐 那会儿正好赶上退役了 然后就 比较有时间去玩音乐 后来在09年的时候 做了说唱 说唱组合 然后一直做到16年解散 16年其实也是个转折点 当组合解散的时候 我就有了 现在 在这个项目的公司 Plus Minus 那么当时呢 其实在创业之前 我们也尝试过说 做文化类的这种企业 做创业 然后承办一些演出 活动 音乐节 然后先后 后来也在 Music Radio 就是音乐之声 然后还有香港卫视 然后品声科技 担任一些高管的职务吧 我是做市场出身的 其实 那么前两年 其实也在帮百度做顾问 从玩音乐到专业做音乐 是有12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除了一些创作 其实呢 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营销 包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些抖音神曲 我们其实贡献了不少 不管是大风吹啊 星辰大海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 然后我们也跟他的版权主 好友吴荒友很多的合作 那么除了这些呢 我们其实还在做发型啊 等等的 当然现在很多游戏音乐 像王者荣耀 然后还有什么 梦幻新竹仙 竹仙系列 然后包括一些组龙娱乐的 一些游戏 很多的配乐啊 音效 我们都做这些 这是我们的传统工作吧 但是呢 做了很久 其实还是忘不了 说那会儿做独立音乐人 那么所以有了现在的 这个plus minus lives 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帮助到很多 像我一样 就是热爱音乐的人 然后喜爱音乐的人 然后让他们能够通过做音乐 获得快乐 同时获得更多的生活品质啊 或者说一些生活方式的 这些启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做的事 那么为什么叫plus minus呢 其实也是一加一减嘛 我们觉得就是生活中有很多东西 需要做减法的 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做加法 但是减法加法最后创造出来的可能就是奇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名字的由来 哇 所以plus minus背后还有隐含的创造奇迹的这个意味 嗯 是的 是的 的确 因为在我听起来欧米 年纪不是不大 但是身经百战 而且常常创造自己生命的奇迹 每一次的转折 好有意思 Andy 对不对 嗯 是啊 嗯 比较好奇 欧米为什么会想要将音乐与web3区块链方面的技术 进行一个结合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 是这样我们从17年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个互联网的项目 就是web2的项目 那么最早其实我们虽然是做传统行业 但是我当时就发现说我们每天为艺人写歌 然后为音乐人做音乐 然后包括说我们研究一首歌 它怎么能从不温不火一个素人的音乐 然后能火边大江南北 这样方式 当然我们也成功了 但是我们发现这只是现象级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持续的事情 那么怎么能持续呢 那么其实音乐人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舞台在上面跳舞 就像我们现在在用短视频平台 然后了解到一些时下比较火的音乐 比较流行的音乐 一样 那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帮助自己输出的口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他们需要更明确的变现的渠道 因为大家知道肯定很多人知道音乐人是很辛苦的 他们在创作我们叫词曲编混吹拉弹唱录 这一大套东西才最后成为一首音乐 那么做了这么多 然后但拿不到自己应有的一个回报 这个是多数的音乐人的一个现状 当然成功的音乐人也有很多 因为做了一首歌 他挣得盆满钵满 然后非常的成功 这样的人其实也是不少的 而这些人手里也握着流量 那么我们就认为 如果说有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帮助这些音乐人 那我们岂不是就是很开心吗 那我们当时在17年的时候 就决定做一个帮助独立音乐人 去售卖数字专辑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也是当时我刚刚认识到了区块链 我们的技术总监EOS 他之前是京东CM的CTO 那么当时他的技术能力很强 也是最早西斯胡同的技术合伙人 当时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音乐在这一块 因为我们一直做版权 那如果借用于区块链的技术 做加密 然后其实是对于版权更好的保护 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的办法 让他促进这个版权的一个流通 那么在18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当时尝试做 Layer 2的这个Etherefa Layer 2 但是当时的怎么说呢 合约还是基于ERC20 然后我们去内部做测试 所以搭了一条测链 那会儿就是其实 正正经经是接触到了Web3 当然当时还不叫这个 当时它并不叫Web3 我们只是认为它是一种 区块链加密的手段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代 其实区块链还是比较火的 大家都在研究这个区块链 到底是个什么 然后能有什么用 那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 它对于版权的保护 以及流通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很遗憾 我们在19年下半年的时候 赶上了疫情 当时我们第二轮资方的 这个资金没有到 那我们当时卖数字专辑的 那个平台就下掉了 就是只能是关停了 关停以后呢 我们团队就自己又重新梳理 然后有了现在的这个 PMverse 就是现在的这个项目 那当时其实 真的感慨挺多的 当时我们应该是比较早 嗅觉 就是感受到了说 哎 区块链有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转折点吧 说实话 也是从web2到web3的一个开始 那么就基本就是这样 刚刚有提到版权的保护跟流通 这个到目前在下面 我们正想要问到说 音乐在web2 web3之间 到底它的经济规律 它这个在设计它的模型 而且说不定还有所谓的代币模型 对吧 像这些差别 还有从这么早就进入进来 你对web3 plus音乐的话 未来可能是怎么展望 嗯 是这样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 其实有过一个活动啊 探讨音乐为什么需要web3 那么我们当时提出 其实不是音乐需要web3 而是web3需要音乐 为什么我们选择音乐这个呢 一个是热爱 一个是音乐其实它本身 就具备一定的变现能力 就像我们现在web2的音乐 这些音乐在发行之后 不管是通过国内的这些 比如说TME 网易云音乐等等 这些流媒体播放器平台 你去收听 当你每次收听的时候 这个音乐已经在赚钱了 包括你在海外 Spotify iTunes 它都有明确的这个收听的 结算模式 一首比较流量还不错的音乐 基本上日播放量 单一一个播放器在几十万次 几十万次 每一千次差不多两三块人民币的样子 就播放一千次 那你每一个播放器几十万次 加起来一天几百万次的播放 其实这个音乐是赚钱的 你就能感觉到 它其实还是挺赚钱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Web2的模式吗 对吧 对 这是Web2的模式 并且音乐还有一个 它跟Web没有关系 它跟你实际的应用场景有关系 Web我们说音乐比较有意思 就是因为它 它的用途很多 不管你拍短视频 还是你在一个餐厅里就餐 你都需要音乐 餐厅需要音乐来优化它的氛围 那么你剪辑短视频 需要音乐带动你视频的情绪 包括说我们看的影视作品 包括我们出去玩 去KTV你要唱歌 这些都是音乐现有的一个用途 那基于它这些用途 它就换来了收益 它不需要像图片一样去击鼓传花 这个是就能产生收益 这个是音乐自己独特的一个特点 也是因为它只能听得到而看不到 所以丰富了它的一个延展性 这个就是Web2现在的一个模式 但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几十年或者十几年 沉淀在发行这个行业 你可能是根本拿不到钱 就是你结算不到 是的呀 所以现在Web3跟Web2 你觉得在这个音乐的 我们说经济或是商业规律吧 它最明显的区别会是在哪里 我理解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去中心化 或者说去中间化 怎么说呢 你要知道现在一首音乐 由一个音乐创作者创作出来以后 他是需要先把自己的词曲版权 或者是完整的版权卖掉 他才能赚到一笔钱 就可能他只是一个创作者 他卖掉以后呢 比如卖给了A公司 A公司可能给他几千块 很少的一笔钱 非常少 多的我见过卖一万多两万多的 这就是已经很不错的表现了 就在最原始的时候 然后A公司可能会找来若干歌手 来试唱这一首歌 然后把这首歌再重新包装 然后发到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发给发行公司 而发行公司可能中间没有中间商业 有可能是基于比如说三大唱片 然后再走一个渠道 再发行到TME 发行到海外 比如通过Belief 发行给海外的四百多个平台 它是这样一层又一层的 那在这一层一层的流转过程中 它就会怎么说呢 卡掉很多的收益 让这一层一层的人赚到 这个就是目前 它不叫Web2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音乐产业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上下游结构 那么基于这种上下游结构 导致很多音乐人 其实他们的作品 已经够发行级的这种水准了 就是我们现在听的很多网络上的音乐 其实它已经够这个水准了 但它没有办法发出去 或者说你通过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在某个播放器成为音乐人 然后我自己发布 你是结算不到太多钱的 它完全跟传统发行走的是两个库 你只有在传统发行 你才能结后来相对可观点的收益 就是比较完整的这个版税 我们叫版税嘛 那你如果自己上传的这种 大部分会被平台方挣走 因为平台方其实他们也是在花钱拿版税 就是或者说花钱拿版权 它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但是流媒体不忘记平台 他们最大的需求就是我要越来越多的版权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版权大战 大家为什么因为版权在打仗 因为版权就决定了我的用户量 月活日活DAO对吧 这些用户留存 它就很关系到这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个生存 那所以它要打版权战 你版权有人听 我才要 这个就是前置的一个版权的争夺 就是目前的问题 那么web3的好处是什么 web3对于音乐的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把版权更好的确权 更公开透明 这样就可以让普通人加入进来 就是不需要非得是唱片公司 或者说版权公司 你就可以进来去购买到这首音乐的部分的版权 因为版权法里面也是合法的 这个就是你不硬非得是公司买走 你可以是个人嘛 那个人买走它的版权 这个是完全合法 那通过区块链做加密 大家可以确认这个音乐 它的版权的一个真实性 那就赶买 那这样也就促进了版权的流通 那么再说发行的部分 其实发行的部分 如果说一般平台的发行基础是3000首 一般我们现在如果说做一个平台 它上面有3000首作品 不管好坏 我是可以直接到发行入库的 这个当然也是需要行业的资源和沉淀 那你可以发行入库以后 那你就可以保障这些人在你平台上活跃的创作者 他可以获得相应的收入 直接就把很多个中间的步骤给去掉了 而创作者自己真正就可以去掌控自己的音乐 到底应该怎么去发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他就可以是这样了 而不是一味的听长篇公司说 那个我收到你的音乐了 我们先听一听 如果有合适的我们给你回复 就不是这样一段话了 那时候是真的 其实在web3里头 很多人就直接到water and music 现在这些等等新开发出来的web3平台 很多就直接以NFT的形式 然后就 其实刚刚您说到版权 这个是发行嘛 那版权是不是在它铸成NFT之后 就确认它的版权地位呢 我们现在的项目 其实在版权确权这块 因为版权其实还是很敏感的 它光铸造 不能证明这个版权是你的 所以很多音乐的NFT平台 现在做得不够好的原因 就是它没有前置化的确权 就是连平台主都不能确定 这个版权是不是你的 之前在OpenSea 或者这些图片的平台 交易所都会发生这种问题 就是我拿了别人的图出来卖 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然后最后打官司又很麻烦 因为是在海外的平台 对 它就会有这种的问题 然后你就需要打一个跨国的官司 去证明它侵犯了你的权益 所以这个是目前 迄今为止所有的 这些NFT的平台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那么 那么首先呢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 音乐其实它本身 包括图片 其实本身就有版权前置的一个 确认的 怎么说呢 手段 比如音乐 它的前置确认手段是叫什么呢 ISRC 我们叫它国际 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 这个标准录音制品编码呢 你是需要自己通过国际唱片业协会 或者说是大的唱片公司 去申请的 申请的过程中就会去确认这个版权是不是你的 你拿的是多少的版权 是否有临接权 是否有这些可上架的权益 就可以售卖这个版权的权益 如果你可以有 它就会给你一条ISRC的编码 也是一个串码 很像我们现在这种哈希 只不过它不是那么多位 它就是我记得是12位还是13位 就这么一段串号 对 那你有了这个串号 对 你说 我没有 我说这过程会很繁琐 或是说又会牵涉到 因为我们原先在区别web2 web3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web2呢就是有中心化 掌控某一块领域 或是行业的垄断的那样机制的 我们统称 然后我们把它不是这样的 就把它现在先把它都归到web3里头 对 那回到这块版权 其实我们在经过到web3的方式去 不管是发行或是设计其他新的模式 但听起来这个症结点还是要回到 I-S-S-C 是吗 还是有他的座 I-S-S-R-C I-S-R-C 没有I-S-S I-S-C吧 I-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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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他这样又是一个中心化垄断的一个品质 是的 是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办法去确权 就是比如说从最开始的创作源头 我们来确认他的权益 是不是他的 对 这个其实就容易很多了 就是 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喊去中心化 但是从web2的时候就在喊去中心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最早刚有微博的时候 刚有博客的时候 还不是微博 blog 大家说我们可以自由发言了 我们做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进展 对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互联网大厂的魔爪 对吧 就是这些喊着去中心化的人 最后摇身一遍 变成了一个很中心化的一个集团公司 然后出了很多互联网的产品 就算在OpenSea也让人说 我们准备要IPO 然后很多人觉得 你OpenSea你叛逃 你为什么要背叛web3 你为什么要背叛去中心化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很人文或者人性的一个问题 那每一次新的技术的诞生 它一定是通过弱传播的方式 去跟很多弱者站在一起 才能把这个东西传播开来 而它并没有完全的为弱者去考虑 当然在这些发展过程中 有很多的网民 有很多的参与者 确实赚到了好处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优点吧 但是我们具体要去考量 它是不是去中心 那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 商业的一个底层逻辑 就是没有商业底层逻辑 任何的这些推动 它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推动不下去的 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借用一些web2的手法 但只不过要让它更简单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介绍 可以去用一些中心化的方式 让音乐组成的部分是合理合法 而且是明确版权的 而把这些东西提供给更多的人 让它直接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方式 就是在链上交易的方式把它买断 买断之后 它再做创作的时候 那就可以溯远到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版权 因为它在你的加密钱包里 它都是你的东西 你用这个再去创作 就是在二创的阶段 它就变成了你的版权 那包括说我们可以去要求 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提供一个非常简单 且快捷能够确权的方式 就是在上链前确权的方式 比如说快速的注册SRC 或者说特别简单的 不需要你很复杂的 包括每个个人 能让他们直接注册SRC的方式 而并不是你要自己找到唱片协会 或者说找到这些中心化组织 那这也是有办法的 其实但是确权是一定需要的 就是我们因为音乐 它天然的是数字资产 那你把这个数字资产要上链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它各种信息 而且我们上链也上链的是信息 而不是音乐本身嘛 是 所以这个方式我们觉得 其实是OK的 可以的 嗯 这就是你刚刚提到 从操作源头就可以做的一些方法 对吧 嗯 对的 我刚刚听到 不是音乐需要website 但是website需要音乐 这点的确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 嗯 除了这些差别之外呢 你觉得在未来 呃 音乐跟website 我们逐渐看到 很多应用场景 的确在前头的话 举例来讲 呃 现在的碳市场 它要 区块链可以帮忙 它能够去透明的认证 呃 它的 它的这个证明是真的 可是它没有办法 再回溯到源头去说 取得这个证明 原来的碳 背后的这个碳计算等等 是真的 对吧 所以那块又要回归到 现在原有的一些 呃 碳市场的规律 所以听起来音乐也是这样 其他收定的场景 你现在也都在一个 在 web 2跟3 之间的共舞当中 去去 去做新的发展呢 嗯 是的 是的 呃 怎么说呢 嗯 未来会看到什么 音乐 未来的话 其实是这样 因为现在随着 整个的这个 不管是基建 还是说环境的搭建 未来元宇宙 我相信 会来的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 碳汇 啊 碳结算 碳 碳大脑 碳地图 这些 现在围绕着碳 所诞生的一些 怎么说算法和公式 包括说方法论 然后包括说web 3 对于碳的一个帮助 其实这些 还是呃 非常实际 音乐也是一样 那么未来 我相信 音乐更多的消费场景 可能是在元宇宙级的应用里 啊 因为元宇宙 我的理解 它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类似于我们手机里app的形态 嗯 可能阿里巴巴会有自己的元宇宙 然后大家在里面购物 呃 可能 可能 呃 字节跳动会有自己的元宇宙 然后在元宇宙里有他们的呃 这种大健康模拟 然后有他们的这个短视频的比如说消费场景 就是更沉浸式的这种 那么包括说我们在每一个元宇宙的这个应用里面有自己的资产 可以在其他元宇宙应用里面去调用 我相信它是这样的 然后有很多个小的应用组成一个大的一个互联网生态 它应该未来是这样 那么音乐其实它不光是我们平时听歌啊等等 我们可能到新的一个沉浸式的场景里面也是有这种需求的 包括比如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他是做这个数字轮升的 那么他们这个数字轮升技术其实是军用的 之前是军用的轮升技术 然后现在他们拿出来准备商用 呃 他们当时跟我聊的是什么呢 他们打算做一个呃 心理治疗的一个元宇宙工作室 我说那你这个是怎么做呢 他说我让你沉浸在一个宇宙空间里 嗯 然后同时我需要就是他需要我们帮他提供一些 呃更符合人心理的一个波段的那么一套音频 这样去配合他们在元宇宙这个心理治疗工作室里面的一个体验感 对那音乐未来就像类似于这样的 包括说娱乐等等的 他肯定是有更多的应用空间或者应用的场景 但是音乐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人的五感嘛 对吧 嗯 视觉听觉其实是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而且是可以让我们内心愉悦的两个感官 当然味觉也是哈 但是吃是完全需要摄入才能体验的 但是视觉和听觉是可以通过非非侵入式的方式去让你去摄入这种感觉的 那我觉得音乐其实它是很未来还是很有前景的 包括刚才提到了这个web3 那么提到web3呢 我们肯定第一反应就是defi 那defi其实对于音乐产业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呃 版权它本来就是一个有形资产 其实它是有形的资产 那么版权对应呢 是它那一团音频嘛 音频作品 那么同时版权也是意味着它是有金融属性的 包括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文交所各种的交易所 他们其实之前也尝试过说 哎我们把版权直接在交易所里上 然后有一些然后切成一百一十五份 然后去卖版权的这种证券权益 那么其实defi它更灵活和更怎么说呢 更适应更多的人 然后能更多人可以加入到版权的交易里面来 那么包括说未来音乐 其实除了版权可能还有专属的这种代币的体系 不管是子母代币还是三代币 对吧 它会有一个代币体系的算法 然后来支撑它版税的结算 而并不是我们现在一买一卖 然后完全靠法币做支付做结算 而是可能它在版权交易体系里会多一种代币币种 然后跟着版权的价值 然后来达成一个web3的一个defi的金融属性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NFT的头像在交易所 它也会有上涨有下跌 那么它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是稀有度是holder在售卖 那音乐不一样 音乐的K线其实完全是来自于市场表现 这个东西更科学 它更像股票二级市场 对吧 这家公司表现如何 它挣了多少钱 它有多少人怎么着呢 去使用 就像音乐有多少人在听 这个音乐赚了多少版税 然后这个版税是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然后它现在有多少人在使用音乐 有多少人在听音乐 然后决定这个音乐的代币 是否上涨 它的版权是否上涨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实它是跟Web3密切相关的 而且目前来说只有音乐做得到 因为图片和视频 它的周期没有音乐这么长 这点可能有人有争议 有的作品可以存很久 不过刚刚你提到在元宇宙 就沉浸式啊 或者是元宇宙当中 所有我们现在在做的音乐 可以碰到的 在元宇宙当中 就是更能够增加到它的运用了 的确已经有人在做心理 然后再加上虚拟人 在元宇宙当中 所以不止音乐 还真正有一位虚拟人 陪着你在做这个心理磁商 然后还有娱乐 我在想 真的是只有想不到 而没有做不到的可能的场景 听起来真的蛮刺激的 Andy 你现在还有提问吗 我听到未来其实觉得真的是有无限大的可能性 对 我也是有感触感觉 刚才听到Omi的一个分享感觉 确实是区块链方面的技术 我们的website应用 是可以给我们音乐人 或者说版权的一个申请者 提供相当大的一个不能吧 然后我也感觉到 确实是非常的有惊喜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plus minus labs 现在在做什么 是不是有部分能够把DeFi的元素加进去 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想象力 为什么要做这个plus minus 然后到底plus minus labs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模式 那怎么运作 如果说听友们觉得很有意思 想要参与 又怎么样去参与呢 好的 首先呢 PM Labs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第一步 最核心的每天在做的一件事 是在做一个音乐创作工具 那这个工具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工具的作用是生产更多的创作者 因为我们遇到了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音乐的 不是科班出身 那么我当时创作音乐的方式 其实有点像大家拼乐高 我弹琴很差 我不会什么乐器 但是我做了很多年的制作人 就是因为我会把很多的素材拼到一起 那这些素材呢 都是有版权的 把这些素材拼到一起以后 就变成了一首完整的歌 那么我们基于这种方式 现在在研发一个能让任何人 就是我们不说是小白用户 还是UGC PGC 但是任何人可以去用它 很快捷的创作音乐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 我们希望的是让更多人能够变成创作者 因为我们了解到国内网易 就国内不管是网易还是TME 音乐的发布者或者创作者只有60万人 那么海外的话有800万人 这个基数其实按全球人口来说 还是很小的一个基数 而且并且呢 因为这个基数小 所以创造出来的音乐 会有瓶颈 会有限制 我们听到的好歌还是很少 虽然音乐数量上来了 那么我们相信 如果像我们做抖音一样 去做音乐的话 那么我们创造更多的创作者 那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音乐内容 可以投入到市场中去使用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是提供给这些创作者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 提供给他们上链铸造的 这么一个服务 还有就是发行的服务 也就是说 你在上链铸造的时候 你可以铸造你一部分的版权上链 然后把它卖掉 很快的获取到你第一笔收入 它可能不是唱片公司给你的 但它可能是ABC听众给你的 它喜欢你的歌 它支持你的歌 所以它给了你 它买了你的版权的一部分 跟你共同持有这个版权了 然后发行的部分是什么呢 发行的部分就是我们 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发行渠道 让你能资助式的 把音乐发行到全国全球各地 对不是全国各地 全球各地 能更好的让音乐在市场中有表现 赚到钱 哪怕它不多 但是你这笔收入 其实跟你的holder 还有创作者 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样就打破了 现在大家在NFT市场交易的一个僵局 就是说没有人接盘 这个东西就出不去了 但是音乐它很好的就是 它先天能赚钱 那么你把它发行出去 你就等着收益就好了 然后去创作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音乐的项目 同时呢 我们现在还在做两个NFT头像的一个项目 一个呢叫Doofy 一个叫Doofy Doofy的由来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我们之前发的一些头像啊 或者什么 它是一个类似于猫的一个生物 一个卡通 然后呢 但是我们又长了一个科技的耳朵 它是一个猫狗结合体 我们觉得猫跟狗离人的生活最近 所以当时设计了这个很讨喜的一个形象 但它是空壳的 身体里是没有东西的 也没有脖子 就一个脑袋 然后一个空空的服装 那为什么做这个呢 而且为什么叫Doofy呢 是因为当时我们觉得现在是熊市嘛 很多人的怎么说呢 积极性不是很高 我们就希望说能鼓励这些人 然后并且能拉动大家一起来创 创造点什么东西 当时就想到了Doofy Doofy算一种自嘲嘛 就很愚蠢的意思 因为韭菜在别人眼里都很愚蠢 就被人割了嘛 但是我们就希望说 保护好韭菜 我们大家一起创造一个超级IP 那么这个Doofy呢 我们会拿出33.3%的交易版税 回馈给holder 同时呢 然后我们有一个话叫灵魂链接嘛 就是让大家加入Doofy的道 然后共同去为这个Doofy的这个IP 去打造它未来的一条路 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也联系到了 这个一些IP持有方 比如SNK等等的 可能在下一批的Doofy 会出这种联名款 但是现在这一批只有6700枚 其实一共是1万枚嘛 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这6700就是最基础的版本 然后到后面的几个版本 我们会有各种的 跟现在时下比较大的IP方的联名 然后这样就是说赋予这些 FT玩家一些信心 然后让他们真切的能赚到一些 就是应得的钱 或者说让他们能有希望 因为33.3%其实不多 但这也是完全我们团队 在发这个Doofy这个头像 所有的就是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的净收入 就是净利润吧 就全都拿出来 我们不要 就都给这些holder 这样 因为你刨去所有的成本 剩下的就是33%多点 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拿出来 第二个项目呢 就是还有一个头像的项目 是一个改装车的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车嘛 我相信可能男孩子都喜欢车 那这个车其实有意思 我们其实从12年 就是那会儿 我们做音乐工作室的时候 开始就也同时做改装车的车迷聚会 那么做一做呢 做到16年 我们就已经变成全国最大的这种改装车迷的这种嘉年华了 那当时我们现在手里有110多万的改装车的车迷 我们这一批呢 其实推出的就是完全是回馈给我们车友的一个NFT的头像 一个Q版的改装车 它是Hila Flash的那种风格 就是后轮骨外扁 外巴字的这种 然后但是又很酷 那这样的一个一套一系列的这个NFT 基本上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些 然后PM Labs现在做的这个音乐的项目 其实现在还在研发当中 但是最快的可能就是Doofy 这个月底就上了 目前我们也是希望 后续像Doofy头像能跟音乐的平台有很多的关联 比如说你用头像可以换取 刚才我们说到的ISRC 包括用头像可以证明你是最早一批这个PM Labs的用户 包括说未来PM Labs所有的产品 这些头像的持有者可能都会优先来试用和使用 因为你既然持有我们的NFT 你就是我们的一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解 基本上是这样 谢谢谢谢 所以现在听起来就有两个不同的系列 而这个车改装车又是从原先在你其他经历当中的一个社群体验 其实他们的社群聚集在一起 中间的内容 还有他们共同想要一起做的事情还蛮重要的 嗯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些上头有一些路径吗 或者是想法 首先是这样 头像呢其实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最早进入大家视野的一个web3的产物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可以跟后续的去关联 它的途径其实比较简单和粗暴 大家如果说已经投身于web3了 可能就很清楚说我要去mint一个头像 比如说在我们的官网pmworth.io就可以去mint 那么比如说我持有头像以后 你可以在discord或者说在官网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roadmap 可以知道我下一步在什么时间节点应该做什么 那么我们其实现在的音乐项目 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就会上线 上线以后呢我们就会直接去通知我们所有的holder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准备要上了 然后现在可以内测 大家可以去体验 然后并提出反馈和意见 然后我们在一些功能优化上面 直接以在线的道的方式去投票 然后让所有的这些头像的持有者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一起去共建我觉得这个是道的一个最核心的逻辑 就是大家要共建有参与度 这个东西不是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而是密切的相关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关联性 那当然现在可见的关联性并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地方去宣传头像的时候 其实不会去玩命的提我们的音乐项目 因为你现在看不到嘛 但头像的是比较实际的 就像比如说底驰的一个收益啊 然后包括头像的形态啊 然后也在我们官网可以看到设计师的样子啊 然后我们这个头像的权益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实际的 当然后面的关联我们肯定是会去尽可能的 让头像的持有者在我们未来的产品里面 获得更多的好处 对这个是等可见的时候 我们才会公布的一个事情 毕竟不能不能给人画大饼嘛 所以这听起来有点就是后头 PMverse就plus minusverse的整个生态开始去的设想 刚刚听起来这个改装车它是free mint吗 前面的Doofy好像是有设计师的 是吧 对Doofy是白名单会有折扣 然后是0.00有个Ether mint 然后改装车的这个我们现在还在商量 是不是要free mint 或者说是只针对我们的社区成员开放 就是因为我们改装车是有已有的社区 是有110万的车主 就是玩改装车真实在玩的这些人 所以改装车那个我们没有想好 然后未来呢我们会就是逐步去做吧 我们更希望做的是一个真正的PMverse 就是一个元宇宙的应用 那么里面可以玩车 可以玩音乐 可以在里面有很多在线的 沉浸式的娱乐体验的一个元宇宙应用 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打造的 那么改装车这个呢 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对于现有的这些粉丝支持的一个维护 对可能跟dofi完全不一样 dofi呢我们是希望拉动更多的共建者 这个就是这两个项目唯一的一个区别 其他的呢 其实可能改装车这个更垂直一些 dofi可能更宽广一些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简 听起来你们还能者多劳 想的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啊 爱好者 这个知道你原先的经历本来也就是多采多姿 那回到我们其实在这个播客的下方 通常也会有一些具体的讯息 所以也可以让听友们期待在那里看到啊 你觉得对dofi有兴趣 你可以去实际的去参加体验一下 然后呢 我们如果再回到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之前 肯定都会再问问我们的创始人 或者是我们的嘉宾 分享一下 除了从自己的心理过程当中啊 这些一路上来的学习啊 或是不断的澄清自己的定位角色 还有自己在websign 或者是说在这个产业里头 假设你从头来一遍 假设回到当初要开始去创这些 你现在已经创出来的这些不同的项目 你会给到那个时候的你什么样的建议 让他能够更顺利 或者是更容易达到你现在已经到的地方 怎么说呢 我现在吧 应该还算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者 这是我对自己的认知啊 因为我们团队人不多 然后也都非常努力 当然呢 就是因为爱好比较多 然后形成了很多身边的这种圈层 那么我们为了尽好的 就是更好的把我们身边的资源连接起来 所以现在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创业者 或者说对我过去的自己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任何创业的人一定要清醒 就是保持头脑清醒 大家可能会被很多的市场讯息所误导 不管说什么第二次重生 还是说这个web3 它是完全的去中心化 等等这些 我觉得只是 或者说我认为这个只是 一些华丽的辞造去修饰一个新兴的行业 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就是任何的商业底层的一个 怎么说呢 商业底层的一个逻辑是要清晰的 那生意是什么 生意就是一买一卖 有利润 这个就是生意 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这个是一定要看清的 你如果说没理解什么是生意 你就去创业的话 你的团队会跟着你一起饿死 赚钱肯定是第一位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每一分钱从哪赚过来 你的差价 你的利差在哪 你的成本支出 对吧 然后你的总收入 这个是要算清楚账的 加减法就可以 就像我们现在 这plus minutes 加减就可以做到 还要撞到奇迹最快 对对对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web3的本质 从web2也好 web3也好 任何互联网的革新 或者说科技技术的一个革新 他现在你可以看到的 他一个市场达成的一个效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们 怎么说呢 他们更新了大家链接的一个方式 但是不管是从web2 还是web3 都是在把人跟人做链接 就是我们平时做零售也好 做生意也好 都会说人或场 那人很关键 有的人他可能有场所 比如说我开了个饭馆 那我就是需要货和人 对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工厂 我做了很多货物 我就需要厂和人 对吧 如果说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互联网大厂 我有很多的用户 那我就需要货和厂 它是这样一个关联 那么你通过web3的方式 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 其实就像最早web2的时候 我们在做各种的什么blog 微博 微信 其实包括说网络游戏 都是在做人与人的链接 在人与人链接的过程中 我们提供了某些服务 或者产品 在某个场景下 才达成了消费的逻辑 这个我觉得是 所有创业者 应该清醒的一个逻辑和事情 那么同时我想分享个小故事 前段时间呢 跟一个朋友去吃饭 他带了他的儿子 只有17岁 他儿子 然后呢 但他儿子特别有意思 他说他是一个web3的投资人 我说你为什么说你是投资人 我说这个年纪不都应该在玩王者荣耀 或者玩玩吃鸡 对吧 打打游戏 他跟我说 我觉得网络游戏很没意思 首先啊 先说他爸爸是做影视公司 所以这个小朋友还是有些经济实力的 但是他很少找家里要钱 那那会儿他就跟我说 说网络游戏很没劲 我说为什么 说首先网络游戏呢 我之前在很多游戏里充值 都是那种人民币玩家 对咱们可以理解 他就是人民币玩家 充了很多钱 但是后来发现 这些充的钱都买到的这些装备啊 等等都不是我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 反而是感觉自己像傻子一样被人骗了 他是这么 原话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我后来玩了web3 去玩NFT 去玩货币 我说那你在这里面挣到钱了 他说挣到了 他说最早的时候 他进的很早 他是18年19年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个东西 后来有了交易所 开始就去吵一吵 我说你这么早 他只有17岁 那么他赚了多少钱呢 当时他跟我说的是大概几万块钱 美金 几万美金 赚了几万美金 赚的不多 小朋友们手里钱也不多 但是他确实压对了几个币和几款头像 然后从里挣了钱 然后我说那你之后还会继续投入吗 他说他说现在他在观望 说因为现在整个大盘的情况不好 但是他还是会往里投入的 因为他说他觉得投入这个 至少比在网络游戏里去充值有意思 这是他的原话 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引发一些反思的点 首先呢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80后或者70后是做不到的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被游戏割了 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消费在游戏里面 可能消费的是游戏给的服务和体验 但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更看重 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 那么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的思维方式 其实是通过成长经历所决定的 那么我们要考虑到他们这一代人 尤其是我们现在定位说 15到30岁之间是Web3的最核心的用户群体 就年龄层段 对吧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这些人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来思考的一个地方 这些人你知道他怎么成长起来 你就知道 他看待你这个事物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思考点 那第二个思考点就是Web3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那他虽然只是浅浅的跟我谈了谈 他觉得在游戏里投资不如我投资到Web3 我还能挣到钱 所以这就是他看到的一个事 那现在还有很多的GameFi 对吧 炼游等等的 他们里面的玩家同样是这个年龄层次的人 甚至年长一点 但是认知是相对对相对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就是对Web3对他们是什么 是投资的一个渠道 还是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里必不可少的像我们现在的手机 像我们现在用的Web2像我们现在用的开的汽车 对吧 就是你离不开这个东西 还是说是一种娱乐方式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思考清楚的 因为那天跟他儿子聊完 我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项目 是不是能让他们认可 他们更需要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精神内核其实好过于你 你优化了半天的一个商业模式 第三个对第三个点是什么 当你了解到他们的思维之后 是不是就应该得出应该从什么方式进入到Web3了 这个就是第三个思考点 因为怎么说呢 我听到很多人就是他在进入Web3之前会思考很多 真的会思考很多 但是他唯一没有思考就是什么人在进入Web3 什么人在Web3里面去投入投资 或者说是或者花很多精力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这些人他之前都经历过什么 没有人去琢磨 只是琢磨 Web3是一个新的东西 可能能圈来资本的钱 这是我最常见的这种就是创业者 然后呢并且他们就认为万物皆可Web3 但是真的是这样吧 就是其实不是的 你还是要看年龄层次 如果说现在我们再年长一些的长辈可能手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 你让他Web3他怎么Web3 对吧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Web3现在的一个阶段就有点像我们那会儿 因为我是80后嘛 我经历了拨号上网 对 包括最早装电话机 就是家里有坐机那会儿经历 然后后来有了坐机以后慢慢有了BP机 然后才有了ISDN什么拨号上网 那现在我们进入Web3其实也在拨号上网阶段 很多人钱包都用不明白 说你怎么强出去你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怎么科学上网 然后不知道怎么用钱包 就像那会儿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拨号上网一样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而现在可以给你看到的东西很有限 就是你只知道我可以交易投箱 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DeFi化 对吧 羊了个羊都DeFi了 然后所以说 但是很初级 就像最早说我们可以在网页上看到一些广告 哎呀好厉害 我感觉是一样的这个阶段 然后很多人就还是想象力比较被局限住 所以他不知道他怎么进入Web3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 是因为连十几岁的小朋友进入Web3都没有犹豫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创业做Web3的话 你先得进来 你先要动起来 先不要思考 很多人就是因为模式思考了太久 然后到底怎么干思考了太久 以至于吃不上热乎的饭 对 然后所以说我的建议是立即干起来 千万不要犹豫 那么之前我其实年轻时候 也是对我年轻时候的我说的话 就是N多年前 我其实应该更快的干起来 可能比现在要好 对 可能现在 哎 我没准就是马老板的那个位置 对 所以说 行动力非常的重要 哪怕你什么都不懂 你可以在里面磕个头破血流 当然最好别磕 然后呢 但是呢 你如果不动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个就是问题 再一个就是动之前 要思考几个点 你的目标人群是谁 你要干什么 然后他们为什么要 使用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或者产品 这个我觉得挺关键的 包括了解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当然最开篇我刚才说的 说商业的最底层逻辑 其实是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 重要的问题说三遍 对 因为忽略着这些 你最后干了个寂寞就是 对吧 所以说真的很多创业者都会干了个寂寞 他们干了半天 然后我们现在用户很多了 我们怎么赚钱呢 不知道 太棒了 就会这样 好啊 我们希望能够清醒 又了解web3本质 然后呢 又不要看寂寞的 就要一起来 丰富他的生态系 其实我刚听了 听到 你知道我们的Andy 也就是这两年毕业 其实也是也是在市场上很多的 现在在想他要怎么进入或者已经进入的 的确 Andy你会你会有一个提问的话 你会问什么 从你现在的生命的角度 对 刚才 欧米提到 就是说 要 就是 进入这个行业 需要 就是 被非常 就是明确的一个 行动的一个意愿 以及相关的一个行动力吧 我觉得是 非常赞同的 然后 然后刚才也 很不幸的被欧米言说 我就是那个感觉是属于在市场中 撞的已经是 不能说头后血流吧 应该说 差不多 一千块 有几块的那几个 然后现在还在做CSS播客呢 对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方向 至少 我就说 可以认识非常有趣的耳源 然后也可以认识到 很多就是 不同的思维 对 然后 就是说 也可以帮助我了解到 目前广大的一个 Web三重业者的一个 进入的一个历程吧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 我们今天其实三人型 各自来自很不同的背景啊 那今天在这边 我们在结束之前 其实 我们如果说在 播客下方有一个叫 reference 就是参考的地方 会有关于这个PM Labs 有哪些讯息 可以请 欧米可以介绍一下 大家怎么使用这些讯息啊 对 其实非常简单 以及直接 就是我们 这个月底的 Doofy的头像 不是要开始 可以Mint了吗 现在正在发白名单 那白名单 其实获取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加入Discord 然后在里面填寫 你的加密钱包地址 就可以获得了 那么Discord的地址呢 我们会放到 reference这个反框里面去 然后也希望大家 可以关注到 我们的官网 pmverse.io 可以了解更多的资讯 好啊 如果各位听友 今天听到Omni 觉得它很有意思 大家不妨呢 自己上去学习一下 同时呢 CSS博客呢 所有的内容 都不代表 任何的投资建议 所以还是请听友们 要清醒 对吧 然后要了解 M3的本质 要了解自己的需求 还有想要达成 EYOR 那我们今天三人行 就在这边小结 期待后续还有更多 音乐跟Web3的追踪 跟Omni一道 好啊 各位听友 谢谢陪伴 我们就在这边 拜拜咯 拜拜 谢谢 拜拜 感谢观看 或收听 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好